观众朋友们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二月三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美国媒体Axios的独家报道 有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告知Axios记者 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今天将发布公开警告 说中国对美国的威胁是这个时代的决定性问题 这将是十分重要的进展 美国情报部门的总负责人公开指责某个敌对势力 是非常罕见的事情 而记者被告知国家情报局将发表一系列公开声明 还有露面演讲 概述认为中国是美国面临最大国家安全威胁的情报状况 这样一场公关闪电战是政府范围内更广泛努力的组成部分之一 主要目的是提高美国对中国的警惕 并建立共识 了解中国意图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主导力量的相关计划 情报界的作用是向总统和高级决策者发出威胁警告 这种情报通常不会公开讨论 分析指出这表明美国的高级情报官员担心 拜登政府可能会在川普时代对中国强硬路线上有所放松和回撤 而这也是试图说服美国公众的最后一次集体努力 无论你的政治倾向如何 中国都是对美国利益和西方民主的深刻威胁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美联社的独家报道 文章介绍到在一月份的武汉有成千上万的人排着长达数小时的队等着去医院 有的时候旁边就是躺在走廊里的尸体 但是大多数人无法得到他们需要的测试 也没有办法作为病人入院 对于少数人来说 测试往往是有问题的 导致假阴性 美联社的独家调查发现 广泛的测试短缺还有相关问题 在病毒本来可以被减缓的时候 却没有能够减缓病毒 而这样的问题主要是由中国最高疾病控制机构的秘密 和裙带关系造成的 有缺陷的测试系统 使得科学家和官员无法察觉病毒的传播速度 这是中国对病毒早期反映失误的另外一种方式 美联社早期报导显示 中国高层领导人延迟向公众发出警告 并向世界卫生组织隐瞒信息 为中国最初的失误提供了最全面的详细途径 总的来说 一月份的失误促成了病毒在武汉和世界各地的传播 而没有被发现 报告发现中国疾控中心将检测试剂盒的设计和销售权 完全交给了三家当时默默无闻的上海公司 而官员与这些公司有私人关系 这些交易发生在一个资金不足的公共卫生系统中 悄然兴起的后门关系文化中 根据基于对四十多位医生 CDC雇员 卫生专家还有业内人士的采访 以及美联社获得的数百份内部文件 合同信息和电子邮件 发现了这一些事实 据两位要求匿名以避免报复的知情人士透露 上海的几家生物技术公司 其中包括BioGerm还有惠瑞生物技术公司 向中国疾控中心支付了信息和发行权的费用 价格是每分一百万人民币 目前还不知道这笔钱是否给了具体的个人 与此同时疾控中心以及其上级机构国家卫生委员会 试图阻止其他科学家和组织利用自己自制的实验室集合检测病毒 与过去至少两次疫情的做法不同 国家卫健委告诉武汉的医院 只能将病毒样本可以从中制定检测方法 送到其授权的中心实验室 他还将确认冠状病毒病例的检测要求变得更加复杂 并只认可上海几家公司生产的检测室集合 这些措施促使中国当局在一月五日至十七日期间没有报告一个最新病例 尽管回顾性的感染数据显示有数百人被感染 当三家公司的测试到达时 许多测试都不可以正常工作 结果是要么结果不确定 要么就是呈现假阴性 技术人员对使用后来证明更准确的测试套件犹豫不决 从更成熟的公司来进行这些测试 原本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但是疾控中心却不认可他们的测试 由于试剂核少而且有问题 根据伦敦帝国理工的估计 截止一月三十一日武汉的十九位感染者中只有一个人被检测出阳性 其他没有测试或者是假阴性的人被送回了家 而在那里他们可能继续传播病毒 这三家诊断公司在业界都不出名 他们像竹笋一样突然冒出来 让人觉得非常惊讶也非常奇怪 专家表示我们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些公司 然后突然说某些公司的检测试剂盒 你必须使用而不能使用其他的试剂盒 就在三年多前这一家叫做BioGerm的公司正式成立 就在一间会议室里 根据中国企业记录天眼查的数据 另外一家叫做Genial DX的公司只有不到一百名员工 相比之下更大的竞争对手有数百甚至数千名员工 这些公司或许在资源或经验方面不足 但是他们可以用人脉关系来弥补 根据美联社独家获得的数百封内部邮件和文件 三家公司与北京和上海的疾控中心高层研究人员之间 存在着广泛的联系 中国监管机构禁止美联社试图获取这些公司的信用报告 表示他们是机密企业 而根据七位来自不同竞争对手的高管表示 尽管中国多年来努力改革公共卫生 并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推动公开招标 但医疗公司仍在培养与官员的私人关系 以确保交易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中国希望打击腐败 但业内人士表示中国卫生系统中 公共和私人之间缺乏牢固界限 可谓贪腐创造机会 目前还不知道疾控中心与三家市集合公司之间的协议是否违反了中国法律 中国的反贿赂法规定 任何金融交易都必须记录在案 美联社无法确定疾控中心与上海公司之间的协议是否有记录 但是因为能够接触到该机构部分财务记录的中国疾控中心员工显示 并没有记录在案 在二零一三年时 中国疾控中心在确定当时流感病原体后几天 就把测试设计发给了全国各地的实验室 还把所需的化学化合物实际上是原料一并运来 让医院和疾控中心的分支机构尽快调配自己的检测盒 起初看来中国疾控中心这次用的是同样的方法 在一月三日之前疾控中心已经找到了病毒的基因图谱 到了第二天 在中国疾控中心官员的带领下 病毒防治所的应急技术中心已经拿出了检测试剂 但是这一次政府隐瞒了基因组和测试设计的信息 相反根据四位知情人士透露 疾控中心敲定了技术转让协议 将测试设计交给上海的三家公司 选择过程却是完全保密的 中国疾控中心无权完全阻止其他有竞争关系的机构和公司的科学家 通过后门途径获得样本 并提出自己的测试配方 但是他试图阻挠这种努力 比如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冠状病毒专家石正丽 根据三月幻灯片显示 他自己获得了幻灯样本 从中找到了基因组 并在一月三日之前拿出了测试方法 但是他的实验室属于CDC的竞争机构 中国科技部的管辖范围 而疾控中心禁止他获得更多的样本和检测病例 有一位疾控中心实验室的技术人员表示 这绝对是不正常的 他们完全是想让我们更难报告任何确诊病例 在一月十日 对检测试集合的秘密评估中 根据美联社获得的内部计划指示 中国疾控中心也只批准了上海这三家公司的试集合 而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美国政治相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ABC的独家报道 在巴尔接受美联社采访之后 与川普总统进行了气氛激烈的会面 司法部长巴尔工作岌岌可危 根据ABC的报道 在司法部长巴尔宣布司法部没有看到选举中欺诈行为之后 川普总统据说脾气非常不好 多位人士告诉ABC周二在白宫开会时 司法部长巴尔与白宫川普总统进行了会面 此前巴尔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透露 并没有发现大规模的选民舞弊证据 不会改变选举结果 周二巴尔在白宫大概花了两个半小时时间 白宫和司法部官员此前表示 这是与白宫幕僚长梅多斯一次事先计划好的会面 但是消息人士表示巴尔刚出现 川普就表示想见见他 一位知情人士将巴尔与总统的互动描述为气氛十分激烈 但是不愿意详细讨论他们讨论内容的细节 白宫新闻秘书在周三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 拒绝回答巴尔接受采访后两人是否有交谈的问题 也拒绝直接回答说川普是否对巴尔还有信心 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巴尔直接否定了川普以及法律团队 还有总统盟友所提出的指控 巴尔告诉美联社记者 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可能影响大选不同结果规模的舞弊行为 而在巴尔离开白宫后不久 司法部发言人给记者发来声明 回击了司法部所说一些媒体对巴尔言论的不准确定性 这一份声明中表示一些媒体错误的报道说 司法部已经结束了对选举舞弊的调查 并宣布选举中没有舞弊的肯定性结论 这并不是美联社报道的内容 也不是司法部长所说的内容 司法部将继续尽快接收并大力追查所有具体而可信的舞弊指控 有消息表示总统在私下里对巴尔表示愤怒 已经提出罢免他的可能性 这些说法是由华盛顿邮报首先报道的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